跟時任市長豪龍斌合照 手上拿著破案表揚狀 這位是內湖分局的黃信警員 現在被議員踢爆 陷入財務糾紛 內湖分局這名黃信員警 在去年1月就跟面堂老闆 借了3萬元 拖到10月終於還款 但隨即又請他當擔保人 借了15萬 至今一毛未還 讓當事人非常困擾 早上議員求助 陳情人秀出借據 黃信警員好不容易還清3萬元 又再度找面堂老闆 去幫他借15萬 甚至要求面堂老闆 當他的擔保人 約好2月還款 但至今4月了 卻還是一毛都沒給 更誇張的是 黃信警員還要面堂老闆 簽下保密協定 標注這是私密事項 不得無故提供他人窒息 如果有犯 還要自負法律刑責 陳情人比較 也覺得他很委屈 因為他本來是 這個借3萬還3萬 但是現在在幫他做保 當見證人簽了15萬 一而再三的借款 然後拖延再還款 我認為這也不是一個 長久的方法 議員持續追查發現 原來這名黃信警員 今年7月滿65歲就可以退休 但2月裝了心臟支架 請病假至今 加上媽媽 姐姐身體都不好 一家三口生活費 加上醫藥費 只靠他的薪水 根本不夠用 房子已經被抵押 他因此四處借錢 我達成就是還款的計畫 他有就經濟上的困難 那辦公室的同事也有 予以協助 現在內湖分局介入處理 要從旁給予協助 畢竟原警借錢不還 造成小吃攤老闆生計困難 恐怕也會重創警域 2001年8月13號 臺北市林森北路一間旅館 兩名性工作者才剛走進來 就被男子帶走 這兩名女子不敢反抗 因為這名男子可是警察 他把女子帶走 竟然是要爐走綁票 現在一切都交給我們 上部再調查了 原警執法犯法 爐走性工作者勒俗 大轉黑心錢 最後慘遭重判 但其實原警利用全市 撈錢的方法可不少 最常用的就是這 那警察去領檢的時候 就是他們要收警察 要收保護費的時候 不給他就會找各單位 譬如講說消防局的 因為這種住家型卡拉OK 通常都是不會有消防設施 然後也會找稅間單位 既然又叫做父母官 基層原警在地方上 有一定的影響力 如果不安撫好 三不五十來領檢 客人哪敢上門 店根本就不用開了 原警會去找業者 去談說 他可能最近手頭不方便 對不對 他可能急需要用錢 然後向業者 收取一些費用 都會講說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 我寫個借據給你 或者是開個本票給你 當然這些只是空話 就算拿到原警的本票 但這些八達業者 誰又敢真的去討 很多人吃了悶虧 也只能摸摸鼻子算了 少部分不孝遠景 靠著肉席撈錢 最後事情爆出來 不但吃上了官司 也重創警方形象 上次新聞正小人高華香 台報道